喜欢抗日影视剧的小伙伴,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,小鬼子总是趁中国女人为花姑娘,走街穿巷的低级日本军官,每天只会哇啦哇啦,大大低友,花姑娘低,一脸雷索的表情,操着二生花,为什么小鬼子要用这个词呢? 花姑娘在词典里的解释,长相漂亮的女子或姑娘,善良美丽大方单纯,但新华日军口中的花姑娘,可不是只善良,美丽的中国女性,当时日军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,这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秘称,日本发动新华战争,鬼子在中国烧伤抢掠,无辜生灵被摧残,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,期间鬼子罪恶的魔爪, 不仅身向中国士兵,还残忍伤害了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,妇女被频频侵犯,并被鬼子冠以花姑娘的称呼,只要能让日军发泄授欲,或者说专门用来让日军发泄授欲的女性都称为花姑娘,花姑娘来源于日本发音,就社会女子常常穿棉布做的衣服,颜色比较鲜艳,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鬼子趁其为花姑娘,虽然花姑娘本身听起来, 不那么粗鲁,但姑娘前面加上一个花字,说出来的味道,给人一种花心,邪念,猥亵和色迷迷的感觉,花姑娘一词,见证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印记,但她并非抗战才有,清末以来花姑娘流行,本意是纸妓女花和姑娘,亦可单纸妓女,结果此一演变, 将花姑娘由昌家推向梁家,使无数中国女性蒙羞,亲华日君看好花姑娘,正在于她本可作妓女的代名词,字意捂弄中国女子,掠夺中国妇女充当军事未安妇,到处强暴女性却口称,花姑娘可为人面受心,一段蒙羞的过去,希望大家铭记于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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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